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啊 就是天天烫头也没意思 很多人都疼媳妇 尤其是刚结婚的 拿媳妇当公主宠着 可您知道不知道 公主这个词在唐朝让很多人头疼 那会儿流行一句话 娶谁也不娶公主 九堂书里边写了 唐献宗为他的长女齐阳公主选驸马 把当朝大臣家的子弟选遍了 可就是没人答应 这个时候我脾气不好 别委屈了公主 那个时候我学历不够 当不了驸马 还有的直接说 我将来想进宫当太监 伺候皇上 别耽误公主 按理说 娶了公主 当了皇亲国戚 贵上加贵 高人一等啊 怎么就没人愿意呢 这里边有三个原因 第一 唐朝那会儿有个法令 公主嫁给任何人家 都是下嫁 下嫁了依然代表皇家身份高 所以如果公主比丈夫先死 那丈夫那得为她斩催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报丧啊 相当于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扶丧 相当于守孝 而且要守三年 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有资国娶公主的 多半是世家自立 每天习惯了什么花天酒地 好 公主死她头里 守孝三年 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就是天天烫头 也没意思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跟第一条有点像 世家子弟 在自己的小家里 本来都是一家之主 对吧 所有的妻妾都得围着她转 比在宫里边当皇上 差不得哪去 这公主来了 身份比她高 她就不能那么放肆 不光没法出去撒野去 晚上到点去回家 可能回家 还在伺候公主洗酒 这个压力相当于 取个嘱咒回来 别人愿意 第三条 这个比较关键 唐朝那会儿啊 社会风气比较开放 尤其是皇家 宫里边竟传出一些个 公主私下里 跟人家乱谈恋爱的事 比较著名的那个 太平公主 私生活那出了名字乱 你说这些个富家子弟 谁敢娶 娶的不就是自己 往脑袋扣个绿帽子 而且还不敢管 只能打掉牙 往肚子里 所以没有人愿意娶公主 要不说有时候 还是当百姓好呢 最起码 你要生活在唐朝 不至于说哪天皇上一高兴 要把公主嫁给你 从此你家 再没安宁日子过 不过按理说 也不是所有公主都不好 咱要是有机会 就穿越到唐朝 要迎娶公主了 也别想太坏 万一要是遇着一个知书达礼 平易尽人的呢 您说是不是 不过来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